好 今天來到台中的綠光企劃 哇 它沿路就有這種復古的那種眷村的建築 好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 mini市集 哇 它進來就有一個牆 哇 真的超好看的 哇 這個窗台 看到這個樹啊 跟這個場景啊 就讓我忍不住想要拍照 好 那拍完照進來之後 它就有樓梯通往二樓 真的 整個感覺都很不錯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有什麼 它這邊有三號店 二號店 五號店 八號店跟一號店 還有七號店 嗯 真的很文青耶 天啊 好 繼續往上走 真的是台中的天氣真的是太棒了 哇 上來真的超美的 好久了 這麼想走 而且這個 往這邊看就會 看到剛剛樓下的那個場景 哇 這個場景也很好拍耶 喔 這個是廁所 為什麼特別講這個呢 因為它裡面竟然有飲水機耶 超貼心的 真的不誇張耶 真的是超好看的 喔 這個開了嗎 它開啟 香水實驗室 香水實驗室 太早來了 所以有些店都還沒有開門 那其實如果來的話 像這種手工啊 DIY 還有像剛剛介紹那個香水 其實他們都有在DIY 偷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有點反光 不過沒關係 雖然現在看不到 但是下次大家自己來的時候可以看 好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哇這邊的建築真的是 會讓人家覺得一看再看 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喔 無聲 漸漸大聲 是不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 好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從上來一直到現在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特色店跟很多場景 真的是超美的 所以 呃 會忍不住一直 你知道就是一直照相 一直照相 然後像剛剛就是看到一些 躺椅啦 或者是一些 特色的那種牆 或者是 白飾啊 都會激發起那種攝影魂 然後我們現在想要去過去另外一邊 這樣遠處看也是都還蠻有特色的 好走下來之後他就在隔壁 非常近 哇而且這些禮法廳也好復古喔 好可愛 好了那經過了禮法廳之後啊 這裡還有一間復古的店 喔這邊啊 喔 We have really really awesome things inside 怎樣 秀一下英文 我剛剛講的是 發音很不標準 那妳再講一次啊 We have really really awesome things inside We have really really awesome things inside 這有點不一樣 哈哈 算了算了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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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加了到 一點就不一樣 沒有沒有 不敢不敢 哇時間的關係不能進去逛 好可惜 在旁邊就有一個台湖精釀 喔它是喝的 哇 它也是你看都是下午 下午的時間 不過沒關係我們上去看一下 哇 哇真的覺得說 如果晚一點到啊 然後 坐在這邊 有沒有 而且雖然 這邊有一些建築有擋住 但是 視野 目前來講都還好 那如果要 欣賞那種 夕陽啊 什麼的 應該都還不錯 好了 那現在啊 我們稍微逛了一下 發現就是 它很好逛 但是 可惜一點就是 店家都還沒開 那不過 好處就是 現在人很少 所以拍照的時候 不用排隊 也不用人擠人 今天就稍微 就簡短介紹這個地方 然後 如果大家有來台中的話 就是來 趕快來這邊看一下 好那看完這個影片 記得點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